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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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 很开心的是可以看到很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的家人们 对对对 心情非常的激动 我今天自己开车来的时候 我在车上也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等一下又会见到 我们来自菲律宾 来自越南 来自印尼 就是中东 北西 然后中国 是 刚刚还有 全世界的家人都来了 访问到就是坐了19个小时 特地从摩洛哥 飞到来马来西亚 就是希望说 可以见到陈月姐一面 所以 今天陈月姐在我这个台上 其实分享了很多 这个企业的项目跟消息之外 有一句话是 今天跟大家 新的这个字眼 就是说 在路上 是的 这也是我们年会三的主题 很好笑 当我叫我们设计师 设计这个年会三的海报的时候 他一直不理解 他就以为说 我们的年会三 on the way 就快到了在路上 我说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的主题就是在路上 就是希望能够 就是借着年会三 然后告诉我们所有满星云的家人 就是这条路呢要走得还很长远 是 然后我们大家都在路上 然后都不要迷失 是 然后一起往前走 是 其实今天访问了很多的家人 他们都觉得说 哎呀 即便是可能刚加入满星云 可是这两三年的期间呢 看着这个这么壮大 甚至还有观众访问的时候 下跨海口说 或许某某政府倒楼 我们满星云也不倒 可是你却用了一个 就是非常谦卑的 在路上 on the way 那你又怎么样去解读这三个字 希望大家接下来 就是迎接大年会之前呢 用一个怎么样的心情跟状态呢 去打接下来的整个市场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人生也好 或者是企业也好 你知道吗 就是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而这自己的敌人是来自于哪里 就是得意忘形 你以为自己很成功了 然后你就开始得意忘形 然后就开始语无伦次 这是很恐怖的 因为这将会让你拉下来 而且跌到底骨去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 我希望我们在这条路上 我们才开始 然后我们还很脆弱 时时刻刻都要提醒着我们的家人们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加的抓紧着对方 那如果你觉得 哎我们很不容易 已经三年了 那我们就要更加的抓紧着 那如果你觉得 哎我们你看我们只是才三年的时间而已啊 那你就要更大的把握着对吧 所以不管你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 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不断的告诉大家 不断的提醒我们满行民的家人 就是说 其实我们才只是三年的这个小baby 那三年的baby呢 我们是比其他的baby成长得比较快 然后成长得也比较健康 但是呢我们要更加的注重就是 未来呢我们要越来越壮大 而不是越来越得意忘形 所以我们年贵三的主题是在路上 可是今天呢要跟陈云姐讲一个小小的好消息 那你可否知道呢 今天厂内呢坐无需席爆满之外 其实厂外是占着多一倍的人 是的我听说好像是在厂外有一倍 就是厂内有多少人 就是两千人 两千多人了 对然后厂外就也占了一两千人 所以今天加起来那个人就是四五千人 可能这个厂内是完全容纳不了 这是陈云姐的预算之内 其实我知道我们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人数的 但是呢我们的家人时常就有一种习惯 你知道吗都久久都不要去报名了 也不要去准备 也不要给我们做了 这呢会照因为企业越来壮大了 很多东西我们要控制了 比如说成本也是很重要 那如果我们预计三千人来 但是我们定了三千人的食物 可是呢来了一千两百人 那我们就是浪费了 不是不在于我来多少人都无所谓 没关系对吧 但是呢在很多方面就不足了了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要大家报名 可是很多家人呢就前面都报名了 甚至有一些说 我们这一次来不是要给两百币吗 很多家人还说 哎呀还说这一次要给钱呢 可能比较难叫 我说没事啊没所谓啊 你难你觉得两百币 两百一息你不想要给你就别来 对吧 可是结果呢来的家人就是很多就以为说 哎没关系啦反正去到也可以进的 所以呢他们都没有拿到sticker 因为没有报名 然后没有记录 系统里面没有记录 所以他们都没有进会场 但是呢也刚好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报名人数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会场 这会场是可以容纳大概两千五百人 到三千人的 我们在外面占三千人都没问题 起码内坐地上的也有占的也有 对对对所以我们三千人是没问题的 可是就是因为很多家人都不报名 所以呢就有很多 虽然是感觉到很愧疚啦 就是也很心痛 大家都在外面 可是我也很开心一点就是大家 在外面的家人都很可能能够理解 因为他们知道是自己没有报到自己的家 所以下一次的活动大家记得赶紧的要快点报名了 所以陈云姐这边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所谓习惯跟态度 那刚刚有一些家人朋友们就想说 我接下来呢就是急着两件事情 回去呢我就以那个在澳门七月份间的新消息 就是那个跑马那个晒马会满星云杯 然后再加上就是十月的年会 大家讲说我现在就只好干好这两件事情 其他那件事情我都甭管了 所以就是除了达体和正瑞之外呢 哪一种态度是要来迎接要把持来迎接十月份的这个大会的 我觉得就是就今天在会场我有说了吗 对因为我们现在实体企业呢非常的多 我们又航空业 我们又旅游业 我们又餐饮业 我们又美容业 我们很多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背后的所有的板块都是越来越壮大 对这就是我们这整个企业的板块了 有时候我在想说你这样子看一看 又多了又多了的那个感觉 我自己都觉得很恐怖 我怎么样能够打理二十几家公司 二十几个品牌 但是所以呢 但是我们不要进入一个误区 我们有这么多的实体 这些实体都交由背后 就是后台或者是说 就是公司的这一个行政来去把它处理好 那我刚才说了 我们家人我们会员只要做好一件事 就是创造你的大数据 对吧 就创造你团队的大数据 这一个这件事情你做好了就对了 因为你的盈利点是来自于这个大数据 对 当我们的大数据创立之后呢 我们不管是对接任务的产品 甚至是新的这个品牌 雪之银 我们也看到呢 这个香港著名的红星 明雪姐也在现场为她献上 哇真是万子千红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也会有很多 这样子的一个对接会接着给大家 对啊 因为我们我们现在就是要 去把这几个板块去落实 然后做得越稳 做得稳 做得大 然后这些板块呢 它将会加强我们的上市市值嘛 还有就是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也炫目了 我们的加密数字货币 对 那我们的加密数字货币呢 现在给出去的我们的市值是超过了10亿的 那10亿呢 我们就已经属于全世界第四大的这一个加密数字货币的这一个平台了 那但是我们怎样来让我们的加密数字货币越来越受欢迎 在全世界都通用 那我们除了就是世界通用以外呢 我们也把我们的实体打好 那你想象一下我们20几家公司 30几家公司都在用着我们的加密数字货币 然后呢在我们这20几家的公司在对接着其他的就是国外啊海外等等的这些企业呢 也在用着我们的加密数字货币 那我们手上的这加密数字货币呢 它就是非常的值钱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没有什么好就去做好一件事 对成功on the way 就是一种七月约定大家在澳门 然后十月 约定大家来马来西亚 对之前有一点预告说今天的大会呢会做的特别就是很大 可能之前预告的时候八万十万 可是以今天这样子来自世界各地 刚刚有一个摩洛哥的跟尼泊尔的 他们说他们的团队一直在壮大 他们说满西云的吸引力 是让他们那个壮大的速度无法估计 对 这样子的一个省数 那其实有很多新的家人来到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担心就会讲说 他们要用就是他们要怎样去发展这个事业啊 然后他们要担心前面前妻来发展这个事业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就告诉他其实你真的是有五个字 你一定要记得下来 就叫天意不可为 你会很 你就会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 就是满西云他就是 上天在安排的 现在就是一个满西云的市集 他的速度是你无法想象的 当你加入了之后 你做了之后 你全心全意的去做一个一百天 你发觉到他的成长是很快的 几乎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家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只要你认真的去做 你就会发觉到 他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 你不用用太大的力气来去跟别人分享 他们就要参加 然后他们就会成为满新的家人 因为我们在背后每一天都在成长 每一天都在散发这样子的正能量 主要呢第一就是我们来自国内的 就是中国的一个一块 然后第二呢就是东盟一块 东盟十国一块 第三呢就是中东北非一块 所以我们这三块加起来呢 就是十万人是在我们控制之下 但是我想呢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场地 对 场地真的是没办法能够这样子的 马来西亚的场地 负责人讲说 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承办过十万个人 但是就是当然我们也可以分开做 但是我想希望就是让满新的家人 可以去体会去感受这种强大 来去来去看 认真的去看 去珍惜这样子的一种事情 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联合 不是一个比较 是的 它不是一个竞争 对 所以不管哪个国家 我们就做好自己 我相信今天国内来的家人 都会有一点感触 对吧 如果来过几次的家人 都会发现到 上几次呢都是中国是最大的 知道吧 就是声音也是最大的 人数也是最多的 但是这一次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发觉到 好像别的国家都在慢慢地成长的 这不是我们意思 我们不是用来安慰大家 我们每一次在群里面说 哪一个国家发展了 怎么样了 并不是来安慰大家 或者是来去挑战大家的 但是我们真的是在提醒着大家 如果国内的家人 你还是停留在那边怀疑 你还是停留在那里玩家家酒的话 那你可能真的是不小心 你会发觉到 怎么别的国家已经超越我们了 是是是 所以因为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难民 我说的是难民不是难民 对吧 那都有难民 那满幸云集团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然后拯救更多的平凡人 那所有所有国家的平凡人他都想要参加 他都想要争取 今天来看了这样子的一个场面之后 简简单单很容易的很亲切很舒服的 那你就可以参加你就可以做 然后你就可以发展 他就会很舒服 就很容易的就让许多的国家都成长起来 我也是很感恩的 我也是感恩上天 我只有能够感恩上天 因为我知道无形中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来在帮助着我们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虽然言语不通 你看来自菲律宾他们也很热情 对吧 印尼的国家至少我会讲印尼语 他们还会听 来自中东的国家 从阿菲律宾 他们也是从阿菲律宾 那他们也是就是 原理上就是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但他们一样这么热情 我印象深刻就是 培训会的时候越南组织 他们做了好几个小时 对 即便他们完全听不懂 对 可是你的举手投注 他们就觉得说 哇天啊 就是这一颗 是 所以我非常感动 非常感恩 就是内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种力量 能够散发出来 然后能够感染别人 然后让别人更加的珍惜 这样的一个品牌 所以其实陈云姐也准备好了 就是要分享这样的一个正能量 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就是 在我们满心的家庭里面 站在一二角的话呢 真的要感情与成功在路上 其实我想跟你讲 还没进来的没关系 我想说进来的了 你就要珍惜吧 对吧 还没进来没事啊 反正跟你没关系嘛 对不对 但是居然你 对 既然你已经进来 既然我们在同一条道路上了 那就不一样了 那你就应该用更多的心 更多的真心来去做这个事情 是 那就希望大家把 彩云姐的这些话听进去了 这也是这个 梦想起飞二呢 的彩云心意 是的 同样的 告诉大家 满心云 用生命 影响生命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我们下集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